阿美族30岁的灵性新手协作悲公 在执行完任务后 独自反乘十迷路混沌膝床 由于6月中才有环保登山客行经该处 拆除200多条引路布条 因而也引发登山网友热议 是否是阴魔人拆除布条 才导致悲公认不出路送命 不过山岳摄影师雪阳 也在粉丝团分享他的看法 表示拆除布条的外国登山客 确实不够尊重台湾登山文化 但以此怪他们害悲公送命太牵强 主要原因 他认为还是因新手独攀才会引发这场悲剧 雪阳指出 根据2020年的山南统计资料 台湾有将近一半的山岸原因是迷途 虽然许多人近年都不断推广手机离线地图的使用 但推广上确实有难度 愿意下载是一个门槛 愿意熟悉操作是一个门槛 能一个人在山中独自正确操作也是一个门槛 且推广迄今也还跟不上登山人口成长的速度 至于这次执行完任务后 独自反程的新手被公 雪阳提醒 新手协作就跟新手登山人一样脆弱 不会因为他进入了协作行业就忽然变超人 至于老手们能知道路感 知道路长什么样子 会判断自然与山境的能力 这则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